中国政府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 根据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合理确定国防支出规模 近年来 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 保持了国防支出适度增长 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2023年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国防支出 1.58万亿元 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2%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1.55万亿元 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2% 增加的国防支出 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安排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巩固提高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二是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 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工程 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 三是巩固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 保障重要领域改革举措和急需政策制度实施 提高军事治理水平 四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持续改善部队工作训练和生活保障条件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 从2008年起 每年向联合国提交上亿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 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 中国的国防支出 不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 还是国民人均国防支出 军人人均国防支出等都是比较低的 中国有限的国防支出 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